早 早 早 何媒體開心問候 基隆市長謝國良 為十月十三號的罷免案 投票全力備戰 一開口就通批民進黨 挑撥和副市長邱沛林關係 民進黨有這個計畫 不斷地在進行一些策反 罷免謝國良的話 邱沛林副市長就可以來扶正 當市長被罷免的時候 我們是團進團出 而對於市議會 民進黨團抨擊市府 預算執行率低落 但預算執行率跟減債 似乎兩回事 同樣搞不清楚狀況的 還有他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發言人 黃生棟在臉書發文 痛批林佑昌大勞員 跑來基隆是為了力戰功 但等等 你不知道林佑昌是 土生土長的基隆人嗎 我覺得非常的可笑 林佑昌他本身就是基隆人 也一直都住在基隆 他就是一個通勤組 謝國良跟國民黨 就是不關心基隆人 我們這次的黨發言 直接把這個點出來 也是說真的 因為我們會認為旁邊看到 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雖然國民黨大動作護樑 被質疑翻車 但黨內大咖 依舊將輪番力挺 據了解二十四號 台東市長盧秀燕 南投縣長許淑華 也會到基隆力挺 謝國良 傳出九月六號 立法院長韓國瑜 也要參加反罷免造勢 我不曉得韓院長已經點頭了 如果有的話 我當然會非常非常的興奮 聽到韓國瑜 可能要來助陣 謝國良笑呵呵 來迎上下全黨齊護樑 但究竟有沒有加到分 仍是未知數 三天新聞 林伯和王毅德 基隆報導